花莲社公所和远东百货花莲店连续10年举办圣诞新院点灯活动 10号晚间热闹登场 除了有9公尺高的圣诞树亮相 还要为家福中心300位孩童募集圣诞礼物 市长魏家燕呼吁社团和企业踊跃认养孩子的新院礼物 而远百花莲店也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挑选圣诞礼物 远东百货花莲店2023圣诞成点灯仪式 10号晚间热闹举行 市长魏家燕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还有多位的代表 以及先议员魏家贤迪布斯依赖都特别到场 希望在公部门和企业社团协力之下 能够为弱势家庭孩童带来幸福的圣诞气氛 今年已经是我们跟远东百货合作圣诞成点灯 已经第10年了 那在这边要非常感谢我们远东百货的黄店长 以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家福 我们从前任的我们肖主委到现在的胡主委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通力合作让花莲市有一个地标 可以让大家打卡 那也可以让孩子们 那在小时候可以了解到圣诞节的这个过程 像我小时候有去过报家一 也有去教堂唱过诗歌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孩子们更快乐 成长能够更茁壮 高9公尺的圣诞树及充满了复古游戏元素的布置 增加了圣诞节的趣味性 连续10年不间断的心愿礼物热养计划 今年要再为300位的家福孩童募集圣诞礼物 家福中心特别致政感谢账 向施工所及花莲圆白表达感谢之意 圆白圣诞城即日起到跨年 每个星期都有精彩的节目和市集 欢迎民众在岁末感恩的季节 全家大小一起到圆白广场 感受温馨欢乐的气氛 谢谢旅会欢迎视报道